来看到社会需要帮助的角落 华林市和平路一名年近80岁的菜饭张赖阿嬷 数十年来经营简陋的菜摊维持生计 而近几年来受到疫情的影响生意是大不如前 小儿子更是罹患了肾上肾脏以及心血管疾病 让他们的经济状况是更加的困顿 而在日前市长魏嘉燕也会同了现议员魏嘉贤 市民代表魏玉成前往表达关心 并且集结各界的资源 要帮阿嬷减轻身上的压力举重担 华林市和平路一名年近80岁的菜饭张赖阿嬷 数十年来经营简陋菜摊维持生计 近年受疫情影响生意大不如前 小儿子跟罹患上肾脏及心血管疾病 让他们的经济状况更为困顿 目前阿嬷的境况是 你在重庆市场的菜饭先用积签的方式 然后拿菜来卖 那原本阿嬷都是自己来耕种 但是年事已高 医生建议不可以再到田里去来种菜 那变成说阿嬷在经济不景气 以及疫情来之后 其实出外买菜很特别少 那阿嬷一天甚至拿了1000块的菜 卖不掉100块 而在日前市长魏嘉燕也协同现议员魏嘉贤 市民代表魏玉胜前往表达关怀 集结各界资源要帮阿嬷减轻身上的压力与重担 并现场认购香蕉与芭蕉 用实际行动给予支持 这个阿嬷其实是魏玉胜代表 就是在爱心会里面已经有帮忙协助她了 那在po在我们脸书上面的时候 刚好我们杨文秀经理有看到 那借此她也愿意协助5万元的一个红包 然后请我来转接给阿嬷 让阿嬷在可能有一些金钱部分的上面 会可以得到帮助 那今天也特别跟杨文秀经理一起来捐赠给阿嬷 那在今天那我们用基金会的部分 也了解到阿嬷的困境之后 有很多社会人士主动的要来协助 那也透过基金会的方式 来协助我们所有需要帮助的我们边缘呼号 那在此我们也是呼吁所有的好朋友们 那如果发现相关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也可以通知花莲市公所 也可以通知爱花莲基金会 我们可以全力来协助他们 张来阿嬷身心乐观 一路走来相当坚强 长年来卖菜维持小本生意 独自偿还丈夫生前遗留下来的百万债务 尽管年事已高 仍负担起照顾生病儿子的责任 期盼在各方资源的协助之下 帮助阿嬷减轻重担 也得以继续维持财谈生意 记者徐丽琴 华联士报导